男人被注入不死无灭的记忆 下一秒他身体就立刻发生了变异 小腿也开始了膨胀 但一下又做成了皮包 就连舌头也进化成了蛇性 紧接着脸上的五官消失不见 苗牙扯得出来 本想通过高压电击 达到长生不老的他们 此刻却全部成了无脸的怪物 更让人绝望的是 在变异结束后 他们的脑袋突然也消失 紧接着是身体也慢慢不见了 成了隐形怪 为了能恢复人形 他们开始捕食小孩子 将小孩子的眼睛全部挖了出来 而这些眼睛很快就被怪物们全部吃药 进食后的怪物身体一下就显现了出来 怪物们更是贪婪的吸引着 没一会他们的眼睛就长得出来 紧接着是手掌也开始了恢复 很快人形模样初具成型 在吃掉剩下的引住后 他们的五官就清晰可见了 彻底恢复了原来的能量 为了能稳住人形 他们甚至一日三餐都以引住为食 只要吃上一年 他们就能恢复入初 重启引生实验了 很快这天终于到来了 这次他们抓到一只时光 准备用高压电机将鸟中的永生能量激发出来 从而传递到他们身上 以此获得长生不老不死灭灭的超脑 很快他们就带上了相互串联的铁头套 随着开关的启动 电源被接通能量开始传 此时的电压被逐渐加大 而电流通过电线流进了他们的头套 长生的高温让他们的头套冒出了肺炎 剧烈的灼烧感让他们身体发生了症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咬牙坚持 然而随着电压积蓄 闪电带火花开始截死 这下他们彻底是坐不住 掀开头套的他们的头套 并再次发生了变异 此时整个实验已经完成了一头套 很快就有人率先完成了变异 面对还未净化完成的同类 兽长怪伸出了树枝 随后就朝着他的眼睛插了进去 可怜的男人拼命挣扎 却无法顶过 没意会他就没有了动静 此时的怪物则用触手将他的眼睛给取出 男人就此倒立身亡 而怪物将他的眼珠闻下 新的杀戮也即将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